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中就转学了之后再也没有见过她 所以在梦里就是我一个27岁的女青年 和一个16岁的高中生 而且你们知道我在梦里干什么吗 我们在梦里写作业 我们甚至约好了写完作业 我们一起去看电影 我太开心了 我说你看电影我看你就可以了 但是我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已经27岁了 很明显我是不可能会做高中的题目的 所以我所有的梦都会卡在余弦定理那一步 我昨天在山阳看这段就超级好 感觉很多观众应该听不懂什么是余弦定理了 三角函数 真的我做了好几次这样子的梦之后 我决定我要去学会余弦定理 我要去学了 你们知道我学会那天晚上有多自信吗 我躺在床上 我想A方等于B方加C方 且2比C可算于Alpha 没有人可以难得倒我了 我自信地睡去 结果那天晚上数学老师没有布置作业 只有一个带负电盒的垫子 说他要切割此感线 我说你切割的是此感线吗 你切割的是我的爱情 我感觉我们这个社会现在 就是对年龄真的太焦虑了 我以前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特别害怕变老 因为我不知道我老了之后会什么样子 但自从我来了上海之后 我认识了一些这个城市的阿姨 我感觉我的人生就开阔了 真的我太喜欢他们了 我有一次去个便利店 里面的营业员也是一位阿姨 因为阿姨就跟我一样 很明显就不太喜欢工作 因为她不想跟我多说任何一句话 但是她也没有直接不理我 她只是在说话的时候 用了一些小小的技巧 我进去之后就 看了那个价格表 就问阿姨 我说阿姨这个蛋黄重力 是只有蛋黄吗 阿姨看了我一眼 她说哎呦 那这个里面肯定也有糯米的样 我当时就被控制住了 我说对不起对不起 阿姨我说她是太愚蠢了 我怎么没有想到 这粽子里有糯米呢 真的 我现在真的是 太喜欢这些阿姨了 我现在甚至有时候 我在面对我人生的一些 困境的时候 我都会忍不住模仿这些阿姨 结果我现在还在上班嘛 我公司有个同事 就特别会说话 我经常吃他的亏 就前段时间 我们公司内部有个面试 我跟她一块去 结果是去了之后 就是我进了 她没有进 她就不是很服气嘛 就过来跟我阴阳怪气 她说恭喜你啊 哎 你进了会议室之后 都跟领导说了些什么呀 就卖萌啊 大家听懂了吗 听懂了 对 有些男观众 应该是听不懂的我觉得 多 前提太多了 就她这句话其实很厉害 她一方面首先否定了 我的工作能力 她觉得我肯定不是靠 实力阵的这个面试 另一方面她又否定了 我的长相 她觉得以我这个外在条件 对领导卖萌 就是我能做的 最过分的事情 我当时真的非常生气 我真的非常生气 但是我毕竟跟阿姨 学了一些技巧 我是不可能轻易地 败下阵来的 她不是问我吗 你都跟领导说了些什么呀 就卖萌啊 我当时也看了她一眼 我说 哎哟 那我进去之后肯定也要 自我介绍的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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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